C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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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Yeah 這是什麼節目 你要賣多少 已經買了啊 看了好久的拍賣 終於看到一台這個 用力的給它飆回來 節目尾聲我在跟大家分享 這台車我飆多少錢 我跟柯P這個幾十年的生涯裡面 大概只有看過摸過而已 沒有實際上真的買過 經手過來研究一下 跟那個什麼四門版的 有什麼差在哪裡 再來是2011年的IS250C 好久沒有那麼興奮 我們先看一下車要怎麼整理啦 要不要 我是在想說 車頭啊 該做一種 新的啊 開那台 可以可以可以 這車頭我把摸過 很奇怪 可是我就覺得不 摸了就很漂亮 好那我們就 處理這個 包心桿 水洋護照 對它這霧燈有霧掉啦 它這大燈 泡不掉就換掉 我跟你講我這還滿很貴 但是我覺得 這個很有收藏價值 這台車整個我們整理好 也剛好夏天了 我跟你講它其實有 蠻多地方有受傷的 冷鏡其實這邊也有 一點點受傷 對邊緣 邊緣 這裡 然後這個貼盤也吃鉤都要換掉了 吃好深的鉤 這可能新的到現在沒換過 你信不信 我跟你講 Lessus的車有可能 有 好吧那弄一下卡鉗整理一下 噴個漆把它翻新一下 然後再來內裝 我要用白內裝 對 以前齁 在做二手車的時候 白內裝都給人家扣錢 這垃圾啦 快垃圾 對啊 很難過的 現在看到白內裝 眼睛都 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白內裝變成要加錢的東西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敞篷車我覺得我最喜歡的一個就是 它吸住這片玻璃可以 拉到底 整個變延伸在上面 以前的面具有些300Ce的 對 想問一下那個你會掉嗎 吸住的玻璃 都可以繞下來 敞篷車最漂亮就是這個 線條 對 側邊這一整條都紫的 帥 不會你看它白內裝上下側的地方 還不錯 也沒有什麼 掉漆欸 我覺得它這個皮革算不錯 這個洗一洗就好 而且你看這個 它兩邊都是三組技衣電動椅 方盤也不錯 我記得它跑很少才買 跑8萬 我就看到它跑8萬 我就跟它拚了 有一個人一直跟我拚 你知道嗎 反正我就是要買到 我不管它多少錢 我就按到 我就一直按 倒標 這有技衣欸 主動的喔 對 那那邊也有嗎 欸有耶 這邊也有按鈕耶 這樣好上車嗎 阿丹你上車一下 欸幹廢話 沒有屋頂當然很好上車啊 幹廢話 因為沒有屋頂啊 你站起來動算動算 這樣 有耶 哇 這還可以當性選車 後面也白的超漂亮的 很白的 安全帶很髒 這邊呢 尤其在實用的地方 會比較髒一點 這也才剩一下 你知道我以前看這個車 覺得沒什麼啊 就IS250變長紅了而已 有什麼了不起的 後來我不知道 從哪一天開始 看到路上的 越看越漂亮 我就暗自發誓說 如果遇到一定要買一台回來 結果沒想到到這個年紀看 他覺得 滿素雅的 好那一樣音響也是那個 Mark Livingston的 然後方向盤也照顧的也還不錯 中空台也沒有那個軟化 我會去這杯 這杯250好像滿軟的 門板中後台都會 那這台都沒有 然後這台回來 除了剛剛講的輪框有受傷 然後胎皮好像也不行了 19年的 對19年的 看起來狀況很差 然後這邊你看 這是我們畫的 這邊有受傷 它後面呢 它原廠就有一個很小的壓尾 好短 人家壓尾是這樣 就掛第三扎燈的 對還有它有第三扎燈 因為它這個尾箱蓋特別大 從前面看 我就來 不是 等一下 它後車箱蓋特別大有沒有 但是它的油箱蓋特別小 特別小 很小一個 跟我一個拳頭差不多而已耶 好可愛喔 我們阿翰說它 如果離後車太近的話 是不能開篷 因為它後車箱 它會往後移 把它弄到那邊 它會騙起來 對啊 你看這後車箱有過大塊 差不多跟以前蓋一樣大塊 對啊 差不多 麻糬都沒有這麼大塊 一般的後車箱都比較小嘛 對 好 它就放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布簾 你必須要在它的那個 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 你才可以收篷 很多敞篷車都有這種保護機制 那它打開以後 其實蠻小的啦 不過你蓋起來以後 後車箱其實 蠻大的 等一下我關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這個Lessus的字樣 都有一點舊了 到時候把它換掉 然後它原本就是雙出的尾管 這邊我看到一個掛傷 後半應該也掛傷 這邊有吊氣 我在想這台車 反正到時候一定是 全車給它洗下去 我就是要把它弄到 收藏等級好不好 尾管阿 我在想說後面我們去看有沒有 要呼應前面嘛 看有沒有好看一點的 後保感 如果有好看一點我們就好看 沒有我們就原廠 然後尾試管燒一下 燒一下 現在有發動嗎 有阿 超安靜 我是剛剛看到好像有熱氣 我想說有發動 這邊阿 我已經叫乳丁 這邊就比較嚴重了 不是阿 這邊誰寫的 寫一個打蠟 這個請問這個打蠟打掉嗎 網路不是這樣寫 我打一打就好了 在乎阿 我不想花錢 我這A蠟幫我打一打就好了 那是誰寫打蠟的 好阿 這邊都有有點皺皺的 到時候真的要板噴一下 這邊也都有擦傷 整台洗了啦 後照鏡這裡都霧霧的 對 都霧了 今天我有點退了 好 隔壁來關起來 來拍一下關棚的樣子 往後喔 它玻璃是分開的耶 後擋風玻璃是單獨一塊 對不對 有些是整塊蓋子嘛 它的後擋風玻璃是單獨一塊蓋起來的 好 你看喔 它這個後車箱 收起來以後後車箱 就蠻大的 這個是可以收起來的 這個就是要放那兩塊的 的空間阿 所以它把這個結界做出來了 這個把它折起 喔 你看 後車箱其實蠻大的 不過這好髒喔 這都要刷一刷 你看 這裡積好多沙子 這都要刷一刷 阿對 它後碟盤我剛有看到 後碟盤應該換過 對 後碟盤換過 後碟盤新的 嗯 比較亮 但它換完這已經沒有勾啦 它換完應該就沒什麼開了 它整個都很平 好 好 哇 騙起來才知道 翻起來以後又多一個地方要烤機 所以以後客人來看車的時候 就把蓬打開起來看就好 啊 交車也這樣交 對 交車是蓬打開交車 回去以後它蓬過來想說 欸 小師阿 這裡怎麼掉一塊 阿你給我用外吊喔 本來好的咧 這有起碰趴捏 過早要修理一下 你看這裡也有 有點碰趴 那邊不知道有沒有 看一下 欸 都有耶 通病喔 這地方應該都通病喔 所以我說這個 板筋有沒有 只要你有這種 水可以停留的地方 你就會很容易被腐蝕 啊 沒關係 我們叫師傅 放掉 防鏽弄一下 那這台車呢 最後我們整理就是 錢保桿嘛 霧燈 大燈 然後這個基建 碟盤 煞車皮那些都檢查完 還有後保桿 後面的尾飾管 然後最後顏色 我們就乾脆整台烤了啦 直接把它烤成 混凍紅 就是隔壁之海 我們維持它紅色啦 不要改色了啦 輪框可以弄槍色 因為輪框它整理啊 它是黑色亮面的啦 好像黑的比較好看 黑色 我們把它弄成亮黑色 黑色的 最後我買到價錢多少錢 2011年的 Lexus IS 250C 拍賣場得標的金額是 478,000元 耶 是不是很廣的呢 很貴的啊 很貴的啊 我不知道新車座啊 新車座我也不知道啊 跟大家分享啊 它這個現在如果是這個 正常的四門的版本啊 市場上在收應該已經 不會超過30萬了 應該二十幾萬了 所以貴了快一倍 可是我覺得這數量真的太 很少啦 那你路上有看過嗎 看過沒幾次 你有看過嗎 露的耶 說實在說 沒去注意 很少看到啊 我幾乎是印象中是沒有 現在人S200 都比較越來越少了 這敞篷的能見度更低耶 我印象中 了不起看過一次兩次這樣而已 真的很少啊 還是說平常都停下車庫 天氣好才有開出來這樣 也蠻有收藏價值的 我剛那些東西弄弄又 十萬又噴了喔 那個漆又貴 嘴巾漆又比較貴 好啦沒關係啦 我們就先弄了再說了 期待一下 我們後面 成品 我好期待喔 好久沒有那麼期待 出力了 出力了 各位觀眾 長久以來 小石頭有個夢想 就是希望可以躺著轉 今天 我的夢想達成 你們看到了嗎 我躺得好好的 沒錯 幸福就是來得這麼突然 德國A馬床墊 是國際知名的床墊品牌 至今獲得超過75項以上的國際價錢 也是歐洲銷售第一的床墊品牌 全球累計販售超過700萬張 在台灣這邊 德國A馬還請來了 知名的藝人 很厲害耶 今天介紹的這張 開圖獨立桶床墊 是歐洲獲得最多獎項的獨立桶床墊 這款床墊當初送來的時候 嚇了我一大跳 它是以真空捲包搭配紙箱 直接宅配到家 看起來輕巧又便利 完全沒有傳統床墊的不便 打開的時候就整個宿展開來 一整個就是舒服啦 首先是從A馬送來客房之後呢 因為我為了要試堂 德國A馬床墊 所以呢我就可以大聲跟老婆說謊 這樣我就可以 好好的利用這一個月的時間 來測試一下床墊好不好睡 以下是我的心得分享 第一個我覺得床非常柔軟 它的獨立桶 再加上它的記憶棉 睡起來真的非常舒服透氣 怎麼睡都不會覺得熱 第二個人體工學設計 當我們在測睡的時候呢 你的脊椎仍然會是直線的 不會上下彎曲 因為這是跟傳統的床墊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 它的人體工學設計 會讓我的身體更加的放鬆 它的側邊還有把手 可以方便你移動 換床單換這個保潔墊 都非常的輕鬆 它有抗擾動的獨立桶 無論我要起床上廁所 或是搬動 旁邊的人都不會受影響 最後就是我們加購的 記憶枕頭還有保潔墊 枕頭有三種不同的棉層 可以自由的調整軟硬跟高低 枕套還可以直接分開拆洗 另外呢保潔墊有完整的防水防蠻技術 還有益生菌的保護層 更能夠讓過敏原減少89.3% 給我們更好的睡眠品質 好啦講這麼多 大家買床墊還是要好好的挑選 小事講太多也不一定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現在德國AMR床墊 還提供你100天的試睡活動 大家自己來試試看啊 不滿意還可以全額退款 而且還有全台免運的服務 還有10年的保護 德國AMR官網也要提供你分級付款的服務 就可以睡得到德國的品質 欧洲最佳的床墊 這種好看你還不趕快來試試看 現在訂購可以獲得 618的限時活動優惠最低52折 另外德國AMR床墊還有給小事的粉絲專屬的折扣碼 只要點擊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搭配官網的折扣活動一起使用 享受不限品項金額全部9折的優惠 趕快來買德國AMR床墊吧 等我如果說以後 還不及格老婆大小聲 將我踩車睡到德國AMR床墊 那樣豬的精神 我在床上試車 啊不 我再去試車跟大家分享 再會 好久沒有開這麼老的V6車了 試一下車況啊 跑8萬公里而已 車況不至於差哪去吧 明顯的感受到這個車的沉重感 這個車其實不該跑的是蠻帥的 因為雙門的 你想想看如果現在現行款的IS 如果做個雙門的是不是很帥 所以我買了RCF 對 很帥啊 雙門就很帥啊 我覺得什麼車四門的改成雙門的 就覺得很想買 集美四門的跟Coupe Coupe覺得蠻帥的 來 這個通病 方向機的落竿 可以叫聚哥檢查一下 老的Lasus 底盤的拉感很多 不過好險沒有聽到 什麼金屬敲擊的聲音 那引擎變速箱 應該是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它這一代IS油就是底盤 容易會有聲響 異音無話無話 那再來一個就是肉油 那里程高的會吃雞油 那我覺得以這一台的里程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會吃雞油 也可以再檢查一下 我是覺得 以它的年紀 就算小小吃 我應該還是能接受 其實我覺得這個已經跟 哪個廠牌做的V6引擎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是V6引擎 因為夾腳的關係 地心引力的關係 跟水平對我很像 車靈到一定的年紀 或者是你開的里程數 比如說二十幾萬 二十萬以上 基本上吃雞油的機率很高 我以前有說過GS也會 還有肉油 肉油是年紀到一定都會 沒有就算賺到這樣 氣氣哭哭的聲音 這後面的板子嗎 好像後面啊 喔喔喔喔 你阿嬤勒 大水雞勒 皮皮疙瘩 高級頭頭頭這樣對嗎 隔音還不錯 蠻安靜 對我以為它這邊 會有風雀聲 沒什麼帥 還是你不要開 S300開這個 還是把這台改 動成跟你一樣的顏色 可以喔 那還蠻好看的 這樣你親眼看吧 不是像有一些車友啊 你知道有些人 就是會有偏直況 像上次那個 我們去台中的那個車主 那個白色就要白色 對 它全部都白 然後全部車牌尾數四個字都選一樣 所以你以後也可以這樣啊 你的每一台車都是粉紅色的 我玩遊戲的時候是這樣 你真變態 你真變態 對啊 都用一樣顏色啊 自己的車隊啊 就跟那個廖老大一樣 所以你以後的就是粉紅色車隊 開篷怎麼開啊 按鈕在左手邊那邊 後面翻開了 我打披擋了 Completed 它這壞掉了耶 這裡擺一塊板子 這要修 不是嘛 我剛剛在開廠房車幹什麼嘛 怎麼弄嘛 我以前好安靜喔 好舒服喔 以前騎摩托車不用戴安全帽的時候 你騎摩托車跟開廠房車就類似啦 就吹風啊 頭髮也這樣 微風扶來有沒有 但是今天我們是只是想要吹吹風 跟張學友一樣 想和你去吹吹風而已 開廠房車多棒 我們是今天沒有那個時間 不然我們開到山水綠那種 有那個分多金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去山上當移動的搞固桶 搞固桶太多會吐頭你知道嗎 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過多 太高啊 豬頭啊 他越健身搞固桶分泌越多 頭髮越少 所以我頭髮凸了 好啦 那這個就準備下去整理啦 反正這個我們的大包跟燈也來了 有沒有看到遠處那個 像棺材的那個箱子 東西也都來了 我們就先把底盤檢查好 輪胎2019 輪胎我們四條也把它換新的 你看這種車喔 比較像那種以前美國的那種敞篷車 四座敞篷車的那個就是 腰線啊 拉得很長 然後這邊多兩個位置 以前美國很流行的那種 比如說那種總統 要出去遊行 那種敞篷車在上面招手 被開槍也是這個時候 電影都這樣演的 不是嗎 我覺得螢幕啦 那來研究一下螢幕 看可不可以更新 還有我們的排檔的那個 防塵套 好像就這樣子耶 其他我覺得都還不錯 剩下就是讓巨哥去檢查一下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 我們的IS250C 的改造計畫 Let's go 啟動 馬以前那個小時候念書的時候啊 在路上有沒有 看到人家開台敞篷車啊 我旁邊載一個車啊 穿one piece你知道嗎 one piece你知道是什麼嗎 海桌王 海桌王 哈哈哈哈哈哈 欸 這麼豬花耶 那個女兒坐旁邊 拿一串氣球這樣 然後兩個在那邊遊大街 我記得是在某個夜市 慢慢在那邊開 那媽女兒在旁邊拿一個氣球 那時候還在念書想說 哇操 原來長大是這種感覺啦 錯 長大你開這個 你沒辦法的人 你還是沒辦法 你真的叫旁邊 你像叫我老婆 你叫他拿一串氣球看看 你看他會不會覺得尺度太高 很丟臉吧 覺得大家都在看你對不對 對啊 哇小時候覺得哇好羨慕啊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徐海莉 艾菲爾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